大家好,我是Hadi 之前预告了我会拍一条关于旅行的美妆好物影片 不想大家等那么久,还有我又要收拾了 所以快点开机拍了它 如果大家有兴趣,想知道我去旅行的时候 有什么美妆产品很喜欢戴,很想和大家分享的话 就不要错过,我们现在立刻开始 我想问一个问题,大家去旅行的时候,会不会戴美容仪的? 坦白说,我不是那么神心每次都戴的 那些快闪,两三天的旅行,我是不会戴的 但是比较长一点,然后我的皮肤状况那一段时间很不稳定的话 我会考虑去戴一部的 那我怎么去决定戴哪一部呢? 第一,是要轻便 第二,是我会用的 因为如果不是,就真的只有一个大字 第三,就是它的功效 是不是我在这个旅程里想要的? 然后,今天我就想说几部的美容仪 就是我有试过戴,或者未来我会戴的 我也觉得是挺好的 虽然这一部是有少少合作的成分 但是,真的我会选择它们 最方便就一定是SIP HALO的这一部 它应该是我手上所有美容仪当中最小的一部 它的全名叫做SIP HALO 纳米微电流紧敷乙 主要是做一个轮廓 然后做一个紧致提升的效果 唯一有个关系 就是这部机器是要配合它们自己的GEL 所以,我通常会等这个GEL 它差不多用到七七八八的时候 就会这样一套戴过去 它是连着手机的APP 然后有不同的功能,不同的program 你可以跟随自己的需要 你有的时间,你有的耐性去做 有时候我真的懒得连在APP选program 都不想选择了 有选择困难症 它是可以就这样用这部机 开,有个四分钟的模式 我都觉得是挺方便的 所以就是DEPEND ON这一支 如果刚好用完 然后只带回这部机器 就是最完美了 还有就是我那一排真的很容易水肿 然后个人是脏到整个面 一抛东西的话 我觉得带这个去急救 真的非常之不错 然后就是关于LED面膜 我都分享过很多次 我很喜欢这个Currence Body 眉眼移的 而这个是我的第二个 因为它是比较上硬身的 然后某一次的旅行 我不小心屈掉它 它就裂了 所以自从那次之后 我就真的无话带这个去旅行 但是我觉得到现在为止 在LED面膜的这个反围里面 它真的性价比最高 如果不是要测试些什么的话 我真的经常性都会用它 令到自己不要有些眼纹出现 始终年纪都到了 然后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它们最新推出 我都试了非常之久的这个LED面膜 这个的全名叫做Currence Body Skin LED光疗面膜 第二代 大家会看到 这次它是包了我们的双下巴位 还有它是有上面这条带 它是更加稳定 不会那么容易跌 而且它这次你会看到非常之软身 它的材质是用了液体直胶 所以是会更加贴面 然后它今次是做了一个升级版 就是关于它里面的LED 它是会有三个不同的波长 除了第一代的红光 近红外光 它还有最新就是一个深近红外光 因为我用第一代的时候 大约一个月左右 你会看到皮肤是更加细致的 然后用这个第二代的话 是两个星期左右 你真的感觉到皮肤的细致度 是有所提升的 然后最神奇的地方 我觉得是即时你会摸到皮肤是滑了的 它是不需要配合任何护肤品 是洗完棉就这样用它 所以不是什么的产品 令到面更加柔软 是一定因为它 连续用你会看到自己的皮肤 那些纹理会细致了 然后如果你有些刚刚出的纹 它是可以减淡到的 那这个是我觉得它最大的一个功效 我会带它去旅行 就是因为它不需要配合任何的 那当然如果你是干到脱皮的话 它是有一个的面膜是透明的 那我就会用那个去敷住 然后再去照 是会令到那个皮肤 那些脱皮是会有改善的 因为它始终都是加了保湿的效果 但是如果我平时 真的就这样洗完凉 洗完面就这样敷 是最快捷 令我最有动力去用的一个美容仪 还有另一个我很喜欢第二代 升级了的位 就是遥控 它是加了夹 可以就这样夹在库头那里 走来走去 再加上这个 是有上面这条带 基本上是完全不会脱 也有很多朋友问 这个升级版 是不是它这个4-in-1的升级版 不是的 它们是不同路线的 这个的升级版 是它之前红光第一代的升级版 4-in-1都还是4-in-1的 你是想要多些功能 基本一点的话 它这个是做到一个抗衰露 微白 消炎 有不同的灯 然后你是想主打抗衰露 想令皮肤真的可以很快地做到一个细致的效果 我觉得用第二代 主攻抗衰露 是会更加看到一个很明显的 所以就要看你是想针对什么的问题 如果你只是很关心眼的话 我觉得这个真的CP值非常之高 或者 未来我就打算试它们一个最新的 因为大家都知道我面和颈的颜色是很不一样的 我面是白很多 所以它最新是出了这个 它叫做Current Body Skin LED光疗亮白胸颈美用耳 因为我的颈纹大家众所周知 都有一条很深的了 所以未来我也会试它的 它的遥控也是有夹的 很方便的 操作是很简单的 你长按就会开的了 然后它就会是红光 然后你很快感一下它会变绿光 那你就可以去选回自己那天想用的光了 如果配搭第二代或者是4-in-1的LED Mask去买 它们的bundle我看到是会有九折的 由现在起到12月4日 在Current Body的网上买Current Body Skin 和Zip的产品 用我的优惠码就会有八字 所有优惠的详情 我都会放在info box 大家可以去看看 然后说完美容宜 就是说这个 差了大家很久的 一个多用途彩妆盘 这里是有三盘想分享的 因为它们是我的新欢旧爱 说到现在最新欢 一定是上次遗忘了跟大家分享的RMK 它叫做光影胭脂收容盘 比起我的电话它是更加小 我是用iPhone 14 Pro的 然后不要看它这么小 一盘里面是什么都有 它是有眼影 两个颜色 然后有胭脂 有一个bronzer 再有一个光影 我会形容它是一个比较淡的妆容 一个比较温柔日常的妆容 你看到它这个组合 都会猜到 不可以做到很多不同的变化 但是如果你是去几天旅行 你想着不会转妆的 最重要是快靓正的话 它这个又不会出错 然后化完之后 又是很安全牌的一盘 RMK它们的眼影 胭脂的粉质 不用多说了 非常之细緻 是不会怎么飞粉 是很温柔的一个啡色 很白搭的 你用它去做一个阴影避影 我都觉得是OK的 塗多一点点 你会看到是偏向自然一点的 我今天其实都是用了这盘去化 你会看到不是说什么都看不到的 它的妆容都是在这里 不过比较淡一点的妆容 它的光影我会觉得走自然一点的路线 不是那种穿的声音 但是你推开了 也是一个很漂亮的光泽感 很细致 不会很显毛孔纹理那种 那么轻身 那么小巧 基本上是齐了整个妆容 有什么理由是不选它去戴 真的一盘走天涯 然后除了这个RMK之外 之前我的旧爱 首先最久以前 我很喜欢是Charlotte Tilbury的这盘 它叫做Instant Look in a Palette 里面是油了眼影 然后一些胭脂 鲜色 光影 是很始终的一个多用涂装盘 这盘因为太久历史了 所以现在我真的比较少用 我不知道算不算过期 它的粉质是超绵滑的 那我现在用在手上给大家看一下 是不是很漂亮啊 这个光影的颜色呢 所以当年我自己是非常喜欢 带她去旅行 或者我要出去化妆的时候 不想想那么多配搭 以后是帮你衬好 不会死的 但是好像现在Charlotte Tilbury 是没有再出这种多用涂装盘 有点想她快点再出其他的颜色 另外呢 就会是酸没的这一盘 我都觉得是很方便 有两个的胭脂 跟着有个Bronzer 跟着眼影有两个小的 还有这个 都是胭脂 一个比较有闪的颜色的胭脂 它有点像NARS的那个 那这个的妆容 比起RMK 是会浓一点的 因为它的啡色始终都是比较深色 如果以色系来说呢 我自己觉得日常用去旅行的时候 想化一个淡淡的精神的妆容 RMK就够了 然后呢 这个的酸没它是浓淡得宜 但是呢 我试过很多次是不小心重手了 化到很浓的妆 因为它最深的颜色呢 是这么深的 然后之后我不小心那个眼尾一路blend 变成了一个农妆的出街呢 跟着跟衣服有点不够呢 最后我自己通常会带呢 就会带RMK这个了 这些的彩妆盘呢 你带过一次去旅行呢 你就会回不了头了 因为你去旅行的行李呢 是不需要再带那么多一盒二盒 只敢一盘就天涯呢 你那个化妆袋是可以去到很小个呢 我真的觉得非常之好 我是很建议大家去找一盘 適合你们用的多用途彩色盘的 虽然说到这么喜欢这几盒的彩妆盘 但是有没有发现 它们是没有化妆掃的 所以呢 之后要和大家分享 就是我去旅行 最喜欢带的一套化妆掃 它就是这么小 又是了 比起我的电话呢 是小得多 用这个做一个尺就最好了 它这套掃里面 是有了眼影掃 还要是有三支不同的 会有一个比较阔身 可以做到一个blending 然后有一个是圆少少的 可以做到一个闪粉 或者是重点色 最后还有一个扁掃 可以blend开眼线 然后除了三个的眼影掃之外 就是它另一边 就会有一个面的掃 可以做到胭脂 或者是修容 打量 如果你做修容 觉得这样这么松 怎么做的话 你可以退前一点 你想去做一些pop的胭脂 想它更确实的话 都可以的 它退出来 就可以吸回改革 很方便 这样带去旅行 完全不佔空间 亦都是很多用途 它最阔的数 做避影 我都觉得是OK的 这个我是在日本的 3Corns那里买 如果我没有记错 它都是300-500日元左右 真的去旅行化妆神物 但是它的毛质 就是纤维毛 比较滑身一点 然后是比较松的 它的爪粉不是超强 但是去旅行的时候 方便来用 我都觉得已经很够做了 下一样旅行必带的 就是蜜粉饼 我手上这三个 都是我最近去旅行的时候 有带过的其中一个 是来自Lauren Mercier 她是被我用到 一件铁片 就知道我有多喜欢用它 它的名字 就叫做 油胶保湿 蜜粉饼 我喜欢它的原因 首先 它是很薄 然后它有镜子 而且它在底部 是有了粉泡 是不是非常之好 所以你带去旅行 或者平时带出去 用来补妆 我都觉得它是很方便的 然后这个粉是压得实的 然后它的粉质 也是很细致的 不会说很粗的火粒感 而且我觉得它做油胶的效果 真的很好 它收毛孔的效果 是非常之好的 我自己是本身 比较少用Laurence 它们安装的碎粉 对我这个干肌来说 它是比较干的 这一款虽然它叫做保湿 墨粉饼 但是我觉得它未去到保湿 它是没有它们平时的碎粉那么干 所以我自己在夏天用的时候 是非常之喜欢的 它那个持久度 持妆度是做得很好 是做得非常之清积的一个 一个墨粉饼 然后如果我去的地方会干一点的话 我就会用这两款 那开人租 它终于回到香港了 它们的墨粉饼是超漂亮 而且打开了之后 一样是有了镜 有了它们的粉饼 然后它中间是有一个膠 做了一个分隔 我就有保持着 没有拿走 它们的墨粉 都是很滑的 它会有少少的保湿感 不是说用完之后 皮肤会保湿了 但是它不是一个会干的 墨粉饼 之后会有得得的肤色 相对刚刚Laura Mercier的这一款 它的妆感会比较重 所以適合有些朋友 喜欢用油色的防晒 或者粉底比较淡 你上面再加这一层 妆感就刚好 它是做出来比起刚才的油焦 会像一个粉饼的效果 但是它没有粉饼那么干的 然后如果我真的要用到很小的袋 不用问一定是Charlotte Tilbury的这一款 因为它是超级无敌薄的 之后它的粉质是很细滑 然后也是做到一个很漂亮的油焦效果 你摸的时候你已经感觉到它的滑滑滑的程度 这个也是用到铁片的 然后它的粉有相对的遮瑕度 你会看到它是偏向肤色 我用的色号会是medium 它是完全没有任何干粉的感觉 它上到面是会令你的皮肤很滑的 但是它有一个缺点 就是它原本没有粉泡 然后它那么扁很难配 但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会配到一个极薄的粉泡 我现在已经买不到 我不知道怎么跟大家说 这个应该不是买的 它是其他的化妆品 我看到它里面的皮肤很薄 很适合它 我就为了皮肤买了那个化妆品 也是一个碎粉 但是那个应该是不好用的 而且我记得是开架的 大家可以去留意一下 我现在夹在这里的话 那就完美 刚刚好 我自己也会带它去旅行的 但是如果说去一些泰国 比较容易的妆 有状况的地方 它的持妆度我觉得是一般的 它是没有Laura Mercier的这款那么好的 是令皮肤平滑 之后油焦效果 然后非常方便 非常小的一个粉饼 我自己是很喜欢很喜欢带去旅行 无论是早上化妆 带出去补妆 我也是觉得很方便的 然后未来我去这次旅行 我会带Mac的这个紫白饼 因为我自己试用了 是很有惊喜 它里面这个白色的油焦效果 是完全比美到它们一盐的碎粉 然后还有紫色 这个是可以做提亮 所以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因为这个我会是第一次带去旅行的时候用 说了这么久化妆之后 我们就说落妆了 这个卸妆筋 大家应该听过我说很喜欢用 然后Dora帮我补了货 它是来自韩国的牌子 我不懂读 然后香港是有得买的 叫做极正书颜眼唇卸妆棉 里面一包是有30块 我用它不只是用在眼唇的 我是全面这样下 我会把它放在我的hand carry 袋里 因为对上几次 我都是搭凌晨机 在飞机我是很不喜欢化妆的 除了去台北其他的行程 我都会主要素眼 但是凌晨机很多时候 我日头的时候已经化妆了 又未必有时间卸妆了 尤其在外地回程的时候 全天你的妆大了 一整天由早到晚 你真的很想卸妆 我用过很多不同的卸妆巾 我都是觉得它卸得不干净 卸妆之后皮肤的触感 是有些滑散散 或者是不太舒服 有层液 或者是我会敏感 这个我试完之后 完全没有问题 它里面打开 不是一大块摺到很小块 而是它每一块都真的一个圆形很小的 一边是会有一些粒粒 另一边是会平滑的 之后它的卸妆力 你敷了一会儿 你见不见到 完全是卸了 除了一些眼影 胭脂 一些粉状 可能比较容易卸 平时的卸妆巾 都能做到之外 它是连麦克拉 一些脸色 它也是可以卸到的 之后 我通常一块面 会用三至四块 尤其是用在眼睛 我是会各自一块敷的 我通常会用一些 比较不容易溶的蜜蜜 它那个持久度 防水性会好一点的时候 它都需要少少时间 但是它可以卸得完 所以我真的觉得 这个非常之好用 然后卸完之后 皮肤是很舒服的 完全没有任何粒粒粒 或者有层液的感觉 通常我自己都希望 可以多洗一次面 如果记得带一个洗面膏 放在袋子里 但是我试过 用清水去过水 然后再抹一抹 都可以的 最紧要 记住塗上肌肉 不要让自己在飞机上面 臉是干的 它是不会清洁到强 到扯干的皮肤 但是 只要你是抹了 清洁了之后 你不塗上肌肉 皮肤在飞机那里 都不行的 所以 如果是下妆巾的话 最近我真的非常非常之喜欢用它 去到最后这个 很久之前 我有分享过的 但是这条片 一定要放下来 它是Olan出的 叫做 二十几三十几元左右 就有一枝 因为我自己是比较眼干 长时间是对着电话 电脑 我戴Coin的时数 不是可以很长 有时候是四个小时 已经是很干的 但是只要加了它 戴Coin的时候 一两滴在Coin那里 然后再戴 你会发现容易戴很多 因为很多时早上起床 眼睛比较干 我是戴不上的 会掉出来 或者戴完之后很稠 你这个时候加了它 你会发现容易了很多 而且它可以持续 那个时间是会长了 所以 我觉得去旅行的时候 很多时候 你都可能早起床 然后很晚睡 不够睡 眼睛很干 很稠 但是拍照 要戴Coin的 所以 是一定要戴这个去的 除了去旅行 其实平时 我都觉得 今天所说的 全部都很好用 不一定只是去旅行 但是 我想分享去旅行的时候 我发现这些 全部都是好物 就跟大家去分享一下 因为可能 星诞也很多人去旅行 然后新年 然后复活节 很多的节日 大家也可以去看这条片 参考一下我自己去旅行的时候 有什么是美妆好物 有什么我是必戴的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希望大家喜欢看 如果喜欢这条片 记得给个like和subscribe channel 我们下条片再见 拜拜 如果大家有什么美妆 旅行好物想推介给我的 记得留言告诉我 我很容易笑 好了 玩得开心点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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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